女大学生兼职打工,却被连环杀手盯上 今天给大家带来经典恐怖电影《师代》中的一个故事 加油站 故事发生在一个郊区的夜晚 加油站的员工卷毛正在观看一则连环杀人案的新闻 原来近来加油站附近接连发生了好几起以女性为目标的凶杀案 很快实习生安妮过来至夜班 卷毛简单交代了一下需要注意的事项 随后有点内疚要将安妮一个人留在这里 毕竟最近出的案子实在让人不安 她将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安妮 交代安妮如果出事就打电话给她 随后卷毛离开了加油站 很快过来一个买烟的秃头 秃头看上了安妮想和她搭讪 还想邀请她到自己的车上喝酒 但是安妮十分警觉并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秃头只好失望地离开 她走后安妮终于怂了一口气 这时候来了一个帅气的皮衣男 安妮对皮衣男颇有好感 俩人暧昧地交谈了几句 很快皮衣男加好油开车离去 安妮却发现皮衣男的信用卡忘了带走 她急忙追了出去 然而皮衣男早已绝成而去 看着寂静的加油站 她突然感到一阵害怕 于是想要回到值班室 却发现门已经被反锁 而钥匙被她落在了值班室的桌子上 这时一个老乞丐走过来 吓了安妮一大跳 老乞丐说她想上厕所 但是厕所的钥匙被落在了值班室内 安妮十分警觉地跟她说 自己去仓库找找钥匙 随后她慌忙地跑去了仓库 幸好仓库并没有被锁住 她在找钥匙的过程中 碰掉了一张男员工的照片 但是她并没有注意到 这个员工的长相 她匆忙找到值班室的钥匙 随后将厕所的钥匙递给老乞丐 老乞丐去了厕所之后 一对夫妻开车来到了加油站 男人说她想去上厕所 安妮回答说里面已经有人了 而且她觉得那个人有点奇怪 希望男人能帮忙看一眼怎么回事 很快男人上完厕所出来了 并回复安妮说老乞丐在里面睡着了 之后这对夫妻就离开加油站 安妮十分不放心 于是去到厕所检查 老乞丐早已不知趣向 但安妮却在厕所的门板上 发现了一幅可怕的恶魔屠杀画像 这幅画像吓坏了安妮 她赶紧返回值班室内 打电话给911 却发现电话根本没人接听 这时仓库内扣着的车 突然降了下来 安妮可不想坐以待毙 她拿了扳手 撞着胆子过去查看 发现车上坐着一个人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人竟然是上厕所后 消失了的老乞丐 老乞丐被割了喉 放进车上 死状十分凄惨 吓得安妮赶紧跑回了这番市 她赶紧打电话 给一开始的男员工卷毛 却发现电话铃声 从仓库传来 而卷毛正手握一把刀 站在仓库里 仔细看 发现她和桌上的员工照片 长得并不相像 原来卷毛就是造成 连环凶案的杀人犯 她假扮成加油站的员工 就是为了肆意行凶 眼看卷毛拿着大锤子过来 准备砸窗 安妮赶紧打电话给911 终于有人接听了 安妮朝着电话大喊 有个男人在追杀自己 随后逃进了休息间 她翻找柜子 想找一些工具防身 却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具尸体 才是真正的加油站员工 此时卷毛抡起锤子 砸碎了窗户 随后又来砸休息室的门 很快门板就被她打烂了 但是她刚钻进去 一张桌子就抡了过来 砸得她头昏眼花 鼻血直流倒在地上 安妮以为她晕死过去 就松了一口气 可是她刚走出去 卷毛又清醒过来 并追了出来 安妮逃停仓库 想开车逃走 却忘记这辆车被扣住了 这时卷毛追了上来 并准备对她下手 关键时刻 皮一男冲出来阻拦了卷毛 原来她是回来拿信用卡的 谁料撞见卷毛寻凶 皮一男不是卷毛的对手 很快被她掀翻在地 但卷毛的目标不是皮一男 而是安妮 所以她继续对安妮动手 却不小心狡猾倒在地上 而安妮看准时机 放下扣住汽车的开关 卷毛就这样 被掉落的汽车压死了 安妮也大难不死 逃过一劫 并且和皮一男再续前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其实你不见了